荷兰省休武县发现了吕布的古墓 只见墓葬外表早已残破不堪 数千年来更是无人问津 当专家对其进行发掘之后 却在墓中发现了一件让世人难以置信的宝贝 并说道 原来我们被骗了数千年 三国第一猛将为何会在死后沦落到如此境地 专家发现的这个宝贝又是什么 真实的吕布又是什么样的 2007年 在河南省交作市休武县的一座小山村里 专家们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考古发掘的工作 原来是考古队员突然接到村民的电话 说是在自己村里有一座非常久远的古墓 但是最近却发现 这座古墓的附近突然多了几株倒洞 所以就猜测一定是由盗墓贼来盗窃过了 为了对这座古墓进行更好的保护 所以就联系上了文物局的专家 接到电话后的文物局专家们 立刻就成立了考古队伍前往现场考察 当考古队伍到达现场后 就开始了对这整座古墓的勘测工作 经过初步勘察 发现这座古墓就被埋在村北边路东的田地里 而且规格并不是那么的大 甚至感觉非常的小 经过对古墓外部外观的测量 发现这座古墓从南到北的距离 大概有18米左右的长度 东西两边的宽度也只有区区的6米多 并且在古墓上方还存在着几棵很小的树木 里面杂草丛生 显然这座古墓已经在这里存在很久了 而且并没有人为之打理 经过村民的介绍 也证实了专家的这一推断 村民说 一直以来呢 这座村子里的村民们其实都知道这座古墓的存在 但是墓主人的真实身份却始终是一个谜 因为这座古墓非常的破旧 并且也没有存在墓碑什么的东西 所以关于墓主人的身份是一丁点的线索都没有 据说目前村子里年龄最大的老人在出生之前 这座古墓就已经在这里了 这次主要是发现这座古墓有被盗过的痕迹 所以为了防止让不法之徒再次钻空子 才上报了这个突发情况 听完村民所讲 专家也好奇了起来 按照这位村民所讲述的情况来看 这座古墓的年代应该是相当久远了 但是外表这么破旧的古墓 里面根本就不可能是埋葬了什么特别的宝贝吧 更不像是埋葬了什么高贵的王公贵族 所以面对此情此景的专家们不免也有些失望 但即使当时对这座古墓的心境确实没那么高涨 但考古队还是秉着职业精神进行了系统性的发掘工作 在装备齐全人才积极的考古团队的发掘下 没过多久就把整座古墓给挖通了 当把这座古墓给完全挖开了以后 古墓里面的景象着实让专家们非常的失望 因为在墓中并没有看到什么特别贵重的陪葬文物 只是些三三两两的瓷器碎片 这对于见惯了国宝的考古专家们来讲 实在是提不起什么很大的兴趣 随着挖掘工作的深入 专家们来到了墓室之中 只见在墓室中间摆放着一个棺果 这让本就不大的墓室里显得格外的拥挤 抱着好奇的专家向棺果的面前走去 一眼就看到了在棺果旁边的墓志明 也正是因为这个墓志明 让本来情绪极其失落的专家们瞬间又重拾起了兴趣 只见墓志明上写着好多字 经过专家的专业翻译 发现这座古墓的主人正是三国武将中排名第一的吕布 这下给在场的所有人都整兴奋了 闹了半天这是把吕布的墓葬给挖了出来 这可是相当意外的惊喜啊 吕布这个人可谓是家喻胡小 他在三国期间的勇猛那是毋庸置疑的 起初因为骁勇善战被丁元所重用 后来杀害丁元后就投奔了董卓 并且任董卓为义父 在董卓麾下效力期间确实十分勇猛 可以算得上是董卓的一员大将 但是后来由于一些事情受到了董卓对自己的猜疑 因此便在司徒王允的唆使下诛杀了董卓 在杀掉董卓之后 吕布转身又投奔了元术 但是元术却是对吕布有所芥蒂 因此并没有收留他 吕布眼看投奔不成 便转身去找了当时权势很大的袁绍 但是在投奔袁绍之后 还是因为自己的一些不妥的所作所为 遭到了元术的猜疑 眼看着又混不下去了 于是干脆就去找了张扬 兴平元年 吕布趁曹操攻打陶谦的时候 与陈公联络从而进入衍州 占据了浦阳 在此之后也成为了一方很有权势的诸侯 在与曹操血战的这两年里 吕布虽然也取得了不少的胜仗 但是最终还是被曹操击败了 在战败后 吕布又想转头刘备 刘备却根本不待见吕布 而且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在与刘备时而和好 时而互乏的情况下 建安三年 被擒之后让曹操所杀 至此勇猛过人的吕布 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都喜欢拿三国时期的吕布 和楚汉争霸的项羽进行比较 但实际上真实的吕布 却是根本比不上项羽的 项羽并非像吕布那样的 游勇无谋 而是游勇不谋 项羽的性格特征是心高气傲 不屑于用一些计谋算计别人 他习惯于硬刚 喜欢用绝对的实力碾压对手 其实不论是破釜沉舟 又或者是蓬城一战 都体现了项羽 其实是具备很高的军事才能的 但吕布则不一样 三国制中的吕布 反复无常 不孝不忠 高傲自满 生性多疑 如果用一个词语 来形容这两位的话 项羽可能是拥有 刚愎自用的这一个缺点 但是吕布则是只拥有勇猛过人 这一个优点 因此两人是万万不能相互比较的 并且这样的吕布 同样跟很多人心目中的 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 是很不契合的 当然 这也是正常的 毕竟吕布还是做了一件好事 就是把天下公敌董卓给杀了 这也就使得 把汉世奉为正统的 三国演义这本小说 在内容上 对吕布进行了过度的美化 诸如三英战吕布 等勇猛的小说情节 其实就是故意洗白吕布的 但是紧接着 专家就又疑惑了起来 因为据史料记载 吕布是五元郡九元县人 为何死后却被埋在了河南 为了揭开背后的真实原因 专家们继续对吕布的墓葬 进行更加仔细的发掘 没过多久 专家们就看到了吕布的棺果 当专家把吕布的棺果打开之后 刚才的一切结论 似乎都得到了证实 只见墓内的尸骨 早已变得支灵破碎 毕竟年代已经非常久远 而且在死的时候 也没有得到任何妥善的处理 所以出现这种景象也是特别正常的 但随着一个奇怪的物件 被专家发现之后 让在场的所有人 又重新提起了极大的兴趣 只见在棺内摆放着一把长毛 看到此种情形 专家推测极有可能 就是吕布生前所用的兵器 要知道 在影视剧中的吕布 可是手握方天画脊 大杀死方的 但是真实情况 却只是一把普通的长毛 这突如其来的发现 让专家们也是一头雾水 即使现在影视剧里的 都是虚构的 但是也不至于这么的假吧 这是后人对历史的改写 竟然让我们被欺骗了数千年 方天画脊和长毛 那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兵器 这个发现也在侧面印证了 历史上的吕布 在如今被过度美化的现象 是确实存在的 也说明了 在如今我们所接触到的 一些影视剧中 他们所表达出来的内容 虚构的程度同样是非常大的 因此我们还是要理性观看 切勿盲目信服为好 随后 专家对吕布的尸骨进行了检测 发现吕布的身材确实非常高大 根本就不像是当时的中原人士 而且据史书记载 吕布是五元郡九元人 也就是如今的内蒙古九元人 这个历史的记载 从尸骨的特征出来看 确实非常的正确 看来这高大的身材和勇猛威武的特征 和先天的条件因素 还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关系的 怪不得都说 吃牛肉长大的力气都特别大呢 至于在吕布死后 为什么被埋葬在了河南 很大的原因 和他死的时候的地点有关 当然 这也始终是一个谜 随着吕布墓葬的发掘 全部完成后 出土的文物少之又少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而从仅存的长矛和木质名中来看 在那个年代的吕布 确实是让人所不耻的 即使他确实勇猛异常 但可能那也只是他 仅有的一个优点而已 其实纵观吕布的一生 作为一方诸侯 在政治才能方面 比不上曹操刘备和孙权 身为武将 在战场上的战绩 同样也比不上 关羽 张辽 陆迅等历史名将 而作为异常勇猛的勇士 却喜好小人行径 颠倒黑白 多次背叛他人 虽然说在短时间内 确实成为了一方诸侯 但是也仅仅只是存在了 很短的一个时期 吕布为了自身的利益 失去了为人的基本品质 因此获得了如此悲惨的下场 所以做人还是得真诚 只有你真诚地对待别人 别人才会用真心来面对你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